说话要说得动听 吸引人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哦 尤其是要当一个专业的解说员 除了事前的资料搜集 还要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练习 才能够站上解说台 左营福山国小就有这么一群小小专业解说员 虽然只是国小的学生 每个人可都是伶牙历齿 再加上活泼生动的解说内容 成功吸引同学目光 要讲解艺术作品 让观赏者能够快速进入内容 可不是那么简单 就连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都大探不如 今天就先帮大家请到了 福山国小的小小解说员 来帮我们导览画作内容 我今天要为大家导览的是 维梅尔的绘画的艺术 这幅画是维梅尔创作现在的顶点 在这幅画作中 有一张荷兰在17世纪南北横摆的地图 因为当时的地理学非常进步 所以人们有看地图的习惯 不到十秒的时间 小小解说员专业讲解画作内容 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更能融入创作意境 可别小看这短短奇妙中 想要站上讲解舞台 事前可得下足苦功 通过考验 就是把它变成一段 一篇 就是类似作文的稿子 然后再给老师剪彩 他会先有一个认知 然后就是写稿 然后大家帮他修改 修改完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在家里面 先用手机先拍一遍 那拍完之后 爸爸妈妈有给他意见 那我们老师就给他意见 所以这样子就变成是 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一个 对于这个展品的认识 所以他练习也不是只有一两次而已 没有一番寒撤骨 腌得梅花扑鼻香 经过老师专业指导 再加上同学自己拒绝笑话 几个月下来 小学生的解说程度 不但不输给专业解说员 更多了活活特色 很夸张 手势很多的人 所以你自己在说的时候 也会加进去 也会想到就加进去 看台下同学各个听得如痴如醉 再加上趣味问答 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模式 成功让学生轻松理解西方艺术 并留下深刻印象 我一开始以为 那幅画是有人在戳肚脐 可是后来听过他讲解后 才发现他是在摸耶稣的伤口 在这个历程当中 他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然后到图书馆 到网络去搜集资料 甚至跟老师讨论 他要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导览 科技的进步 曾几何时手机电脑 取代人类最原始的沟通 进而造成社会代沟越来越深 幸好福山国小的导览课程 从头教导学生说话艺术 成功表达出适合自己的想法 福山导览小天地 赞 港独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采访报道